疫情影響 睽違兩年台中爵士音樂節回來了 15號晚間在市民廣場盛大開幕 台中市長盧秀燕說 爵士音樂節今年邁入第18屆 是台中最受歡迎的音樂饗宴 今年除了副辦 也準備了許多精心策劃的節目 邀請遠從國外來的爵士樂團 一連九天讓民眾大飽而福 盧軒市長在台上只花10秒 旋風誓致詞 把美光燈還給音樂節 今年以Jazz Unlimited 就是不設限為主題 傳達爵士樂不設限的精神 全國的樂迷 還有甚至國外的好朋友 都在問什麼時候在恢復舉辦 我們今天恢復舉辦了 那台中爵士音樂節舉辦20年來 是最受歡迎的音樂盛宴 市府說台中音樂系列活動 由爵士音樂節打頭陣 接下來要登場的是22號的搖滾台中 今年也邁入第15週年 讓整個台中市化身音樂之都 TVBS新聞將軍演陳舒賢 許又翔 台中廠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